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数学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如果说把一个 因为ER model就是set的概念 就是几个的概念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东西可以用几个的概念来解释 我们说一个type of entity with a corresponded set of entity 我们就说它可能是entity type 可能是subclass 可能是superclass 当然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负列别 会继承这个子类别 对不对 那负列别跟子类别都是一种型别 或是一种class 或者在我们这里面就叫entity type 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就叫union type 这个category category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部分 那我们怎样把这个东西呢 变成一个数学来描述它的这些所有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讲说 那我们的这个ER model里面的这个entity type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Java里面的所谓的类别 我们可以用cars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用资料库的方式来解释 叫entity的type entity就是我们的一个实体嘛 那这个实体我们把它归类成一个类别 就叫entity的type 这就是一个class的概念 所以我们往下呢 就用class的概念来解释这样子 好 我们说一个子类别S 它就是一个class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会计 这些所有的形别里面呢 这种子类别呢 会计成所有的属性 还有它的关联 一个class c 这样 就是说S 是计成的c 这个class 所有的属性 还有也计成 这个c里面的 所有的relation 那以加法来讲 计成它所有的operation 这都是计成的 那set of entity must always be set of entity of the other class 因为 这个为什么S包含于c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负类别 这个负类别 那我们这个子类别1 会计成负类别嘛 然后我们子类别2 也可能计成负类别 对不对 可是那子类别呢 一定是负类别的一个物件 所以每一个子类别 每个子类别 都是包含于c 那这个负类别可能 当然如果说只有单一计成 没有子类别2的话 那就等于 s就等于c 你有多少个子类别 你的负类别就有多少分 因为刚才讲说 子类别包含所有负类别的属性 如果说只有你的话 那么这个就等于 那因为它这等于 有子类别1计成负类别 子类别2计成负类别 所以呢 它就是s包含于c s这个子类别的所有的几何 一定是负类别里面 一定出现在负类别里面 所以这边讲说c 是负类别s 就是这个s是子类别 c就是我们的负类别 这样子 那如果说一个负类别 负类别的观点 存在这个s跟c之间 这当然就是这个定义 就是s呢是c的一个 这个s呢是计成c的意思 s是负类别 c呢是负类别 所以有这个s包含于c的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specialization 我们刚才有定义一些什么叫specialization呢 specialization就是说我们有一个z这个process z呢就等于s1到sn 这个呢是一个subclass with the same superclass g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负类别g 然后呢我利用分群的概念 就是specialization 我们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动物 动物里面有这个鸟类跟这个哺乳 这个哺乳类这样 我们就去把它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别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 就是它等于是s1s2跟sn 它是一个set 好subclass 它是一个子类别 我们就把它切了开来 一个大g 被切成s1到sn 这样子 那所以呢 属于g而不属于s1的 is a superclass relation for e到n 这个意思 把这个图的描述只是说 这个不是除的意思了 这只是一个描述说si 这每一个si 都是g里面的一个子群 它的一个子群 那我们就说si它是继承所有g的内容 因为我们有些细分的属性会出现在SI里面 但是它general的属性还是会放到G里面 因为我们找出一些分群的一些方法 分群就产生分群的属性 所以G就叫generalized的这些subclass 所以等于是SE到SN的继承G 如果SE到SN你把它连集起来等于G 它就叫total 我们做specialization 我们要开始分群 分完群之后 你把这个群组连集起来等于G 那就代表total 如果说这个不等于G 不等于G代表它只有包含于G的话 那就叫partual 所以我这边只要包含于的话 其实就是partual的概念 所以我们用数学的方式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另外一讲disjoint disjoint代表不相交 如果任两个子群 它的交集等于空几核的话 那么我们就叫disjoint 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个G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SE到SN在这里 我们这边有继承的概念 那道理这边可能是B disjoint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O 这个 这个overlapping 继承就是这样画上去 继承就是这样 手要放上去 OK OK 好 那totalness就在这边描述 就是我这边画一条线 就是totalness 然后继承在这边 如果说我这个SI跟SN之间都没有任何的相交 都是交集等于空几核的话 那就是放个disjoint在这里 OK 那不然的话就是overlapping 也就是说S1跟S2 它们切割 但是有些是在S1出现 可能也同时在S2里面出现 或者它就是 那这样的情形的话 就是要放overlapping 所以这是比较数学的方法描述 这样OK吗 这是数学的描述 好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子类别S 它是一个叫Predicate Define的P 然后Unactive C 那我们就可以做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问说你是工程师吗 你是秘书吗 或者是你是维修人员吗 那我们就是 这就叫做Predicate 我们来测试 某个条件是不是truth 这样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所谓的分类了 我们把一个原来的员工 然后经由Predicate 就是一些算术学籍会return truth 这个of-false的这个词 比如说A是不是大V 或者是A是不是一个engineer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ondition 来加以把这个词 把它描述来这样子 所以它讲说这个 这个subclass S 就是原来的这个复类别所有的人 可是呢 经由Aprime 这个Predicate 剩下的结果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C 括号P 这些事情就是 这些在原来的这个复类别里面 所有 但是能够满足这个P的人 我把它筛选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例子就是等于是说我们这边的 这边的 比如说这个是用jar type 或者我直接问说 is secretary secretary 我们这边问说 issecretary truth的时候呢 就分为这个群 is engineer is technique is engineer 就会分到这不同的群 这样子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 这样子 就是C里面有一个Vindicate的 筛选出来的结果就跑到S里面 所以这个子类别呢 not defined by a predicate 就叫user defined 我们一般的话 不管是属性或什么 都可以用这个Predicate来分群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就使用者自己决定 用为什么要这样分群 就是没有特别用属性来做的 所以这边讲attribute defined specialization 这个也可以用attribute 其实刚才所看的是 就是以什么东西就变成Predicate 然后如果说直接用这个job type来分的话 就是用attribute来分的 那就是它可能是工程师啊什么 所以这两个可以互掉 这是一个问题的 就是你是某一个 是不是某一种属性 就变成Predicate 或者是属性本身 工程师走这边 然后这个应苏走这边 然后或者是这个维修人员走这边 那就变成以属性来归类 这样也可以 好 接下来看Union Union是什么呢 Union type 第一的话就是一个类别 它是一个子类别Union type 所以刚才讲这是我们的Union type OK 然后手记得要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 这是我们的负类别 然后这边有子类别一 子类别二 但是呢 这边过去的话是属于什么呢 Union type 因为这写一个u 所以它只能是这一种 或者它只能是这一种 不可能是同时继承两个 所以这边的继承呢 这个方向呢 就是单一继承 这边过来是单一继承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这什么意思呢 一个class 它是一个class of the Union type 所以这边就是这个T T就是我们的这个Union type 就是我们的T 然后这是我们的D1 然后D2 然后点点点下去 可以这样子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P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然后Can have predicate P P time 你可以用属性去加上去 比如说D1呢 在某种条件底下 就属于这一种 然后D2呢 是属于哪一种 这样子 可以再加上条件 再把这个子群把它找出来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 刚才是用EER的Model 来描述 EER的Model 其实就是Total 再复习一下 EER Model EER Model EER Model就是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考试必考的 所以这个再复习一下 好 就是 就是 有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O 还有用这个D 用O 还有用D 来描述它的constraint 还有Totalness 跟这个 诶 这个意思里面没有 没有那个Cartial OK 这里面没有Cartial 在Employee里面有Cartial 好 所以呢 然后再来呢 这是可以多重继承 这边可以多重继承 D 这个是多重继承 这个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 应该画这个 这个是继承它 它也是继承它 这边有多重继承的概念 在这边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student 然后这个呢 多重继承它 所以呢 这个多重继承它 这也继承它 这样 然后最后呢 这个都是继承的 都是继承的 这就是 我们的第一个 EER Model 要表示的 第二个EER Model 描述的是U U这个概念 这边的话呢 它 Union 是这个 但是它是单一继承 它可以是person 可以是 不是就是 可以是bank 可以是company 所以呢 就是 你的ER Model 就是在描述这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 那很不幸的 UML呢 没有办法描述这种 不能描述这种 级承才是 也没有想把 找找找找挑げ 这准备 默并